作词曲 李宗盛 作词曲 李宗盛 名检查御史红朝选 清眠正直 当年他上市清贫如生之时 齐齐菜式便已副嫁贫 婚后更以勤俭清操 后居高位仍不改出智 而为人称道 外面谁在吵闹 小姐 是红姑爷和大舅爷 大哥怎么会跟姑爷争执 小姐 姑爷真是个怪人 头一回听说有人嫌新娘嫁妆丰厚 他还说大舅爷要是不把嫁妆搬回去 他就不肯揭盖头 那大哥怎么说 大舅爷当然气坏了 他说红家这么求 咱们老爷要不是看上红家的门风证 人品好 才不肯把小姐嫁过来受苦呢 谁知姑爷竟然是这么不讲理的人 你叫姑爷进来 我有话想跟他说 是 夫妻俩哪有隔着盖头讲话的 少爷要见新娘 还是先接了盖头吧 先生与我兄长争执 请问可是我蔡家有失礼之处 得罪了先生 蔡家礼数周到 并无错处 只是我们红家 以青年为家风 从未打算靠联姻一夜富贵 蔡小姐若想 四出阁前那般享受 还是不要嫁到我家受苦了 少爷可别说哄话了 无缘无故的干嘛得罪新娘啊 小姐 好呀 我也不喜欢依靠父母的人 你若真有志向 倒是我的福气 老话说 只有想不了的福 没有吃不了的苦 出阁前父亲叮嘱过我 弘家乃世代书香 品节清高 定会有好子孙 我若是贪图富贵 也不会嫁来 蔡小姐一番话 倒是叫我无言以对了 小翠 你跟我大哥讲 让他把嫁妆都抬回去吧 可是小姐 你也一同回家 不要再过来了 是 是 蔡小姐 有礼了 是洪夫人 新婚便留你独自在家 真是对不住 可是考试日期临近 我若想取得些成绩 恐怕还是得去书院 闭门苦读才行啊 夫君 安心去读书吧 家里有我照顾 你不用担心 有劳娘子 这屋子是该好好打扫一遍了 儿媳 娘 我来了 咱家世代清廉 老爷去世的又早 只留下了一屋子的书 我没什么好送你的 这台房车 我现在坐不动了 我把它连同洪家 一起交给你 以后朝鲜 就拜托你了 娘 您放心 我不会让您失望的 慢点扫 别急 大哥 您怎么来了 这个你收好 这个是 大哥 我不能收 臣姑爷不在家 你快拿着吧 居家过日子 到处都是花费 没钱怎么行啊 大哥 我知道你心疼我 可是 我答应过相公 要共守清贫 朝鲜那是书生义气 就靠出租积木薄田 给人耕种 怎么养家呀 你婆婆卧病多年 需要吃药吧 你再看看你家这 老的老 小的小 与其说用仆人 不如说再帮忙养老 妹子 你在家从来没干过活 娘要知道你这么操劳 该心疼了 是 大哥 这钱我不能要 家里现在是困难 但我有手有脚 靠自己劳动 绝不会让家里人吃不上饭的 哥 您看 这些都是我仿的线 你什么时候学会做这个了 我像邻居家姐姐学的 这些日子我白天干活 晚上就练习纺织 姐姐们都说我聪明的 再过几个月 我一定能做得很好 你呀你 真拿你没办法 红蔡夫人安平乐道 勤俭持家 在她的支持下 红朝选考中进士 并从户部主事做起 兢兢业业政绩卓著 最终为列朝班 官至世了 爹 娘 凯儿给您请安了 媳妇给二老请安了 好好 红敬 这次我外出宫干 你随我一道去学习 今天就走 是 娘 那家里 就剩你们婆媳二人了 放心吧 我会替你照顾好新娘的 来 用过房车吗 娘 孩儿没有 你家境好 爹娘肯定不舍得你操劳 但是咱们红家一向以勤俭持家 这些工作你都要学着做 是 少奶奶 好端端的哭什么呢 先公才走时 我的手指已经伤痕累累 娘说要勤俭持家 我以为节省点便是了 谁知 娘却每日都让我摇房车 姑姑 娘会不会是不喜欢我 别说傻话了 夫人宅心仁厚 绝对不会干出那种整治儿媳的事情 你是有所不知 是 当年夫人以赴嫁贫 人人称道 家务纺织都是她嫁来洪家后才学习的 夫人 夫人 这 您把这创伤药送给少夫人 别说是我给她的 怕她不好意思 是 夫人 您可真是好婆婆 少夫人 手指可好些了 多亏姑姑给的药膏 伤口斩好了 冤枉啊 这么凿是谁啊 请洪大人做主啊 冤枉啊 求洪大人做主啊 慢点吃 厨房还有 谢谢 谢谢洪夫人了 我父本是地方小官 因不肯包庇江西巡抚所犯罪行 被其爪牙陷入冤狱 我逃离家乡为父申冤 已多日不曾进食 夫人一犯指恩 皇城永世不忘 定当报答 吃饱就好 报恩就不必了 只是你既千辛万苦来到京城 为何不去衙门申冤 却来我家呢 朝中奸佞结党 已暗无天日 我知洪大人正知清明 只信他能替父昭雪 我夫君并不在家 恐怕你是空跑了这趟 再者朝中之事 我等女流不便参与 这些盘缠 你拿着帮身吧 衙门就在北面 你应去那里寻求帮助 可是 谢谢夫人 姑姑 送客 是 少夫人 您帮帮我吧 你快起来 我 我也没办法帮你啊 您只要帮我把政务交给洪大人就行 可是 我父亲实在是太冤枉了 好吧 我只能帮你转交 别的可什么都不能保证啊 蔡下已经感激不见 孩儿 菜都买到了 你手里拿的什么 这 这是皇城 让我转交给公公的证据 怎么会是黄金 他 他说这是证物啊 夫人 难不成 这是有人故意陷害老爷 不要慌 姑姑 让人冤风不动 将这个包袱 悬挂在咱家大门外的横梁上 再命人大声地在街上宣告 这包袱 乃他人遗失之物 望施主速来领回 是 我明白了 路不失意 您大人家 果然是青年哪 是啊 是好乖啊 娘 我 官场险恶 大人身居要职 我等家眷更应廉洁自律 可守本分 不采于正事 娘 您说得是 以后我会小心的 孩儿擦了药 你的手指可好些 好多了 这是怎么回事 杨大人 小人已经尽力伪装成皇城 只是没想到 洪夫人境界不凡 总有更高明的办法化解啊 哼 你倒说起他的好话来了 难不成被他收买了 小的不敢 这个洪朝鲜死盯着我不放 不除掉他 迟早是个火患 可是洪家人宅心仁厚 恐怕难有把柄了 没有把柄就给他制造把柄 我就不信他会是个完人 是 是 娘 您看孩儿心枝的布 嗯 不错 孩儿 你手指还会受伤吗 娘 不会了 先前破皮的地方 已经长成茧子了 少夫人 您的信 我的 怎么了 难道是相公写来的家信 怎么了 静儿出什么事了 娘 不是相公 是我大哥 他经办的军需之物 被查出一次出好 他已经被下大狱了 哥 军需物品可关系到 阵前降师的性命 你怎么能为了钱 干这种事呢 妹妹 难道连你也不相信我 物资被人偷梁换柱 我是被诬陷的 哥 您得罪了什么人 我也不知道 只是 这次办事出奇的不顺 总有人从中作梗 直到我的引荐人 爆出了你公公的名字 这生意才顺畅下来 我公公 为何会与您的生意牵扯在一起 这其中必有隐情 只是我现在也说不清原因 娘 请您救救我哥哥 他是被人诬陷的 孩子 别怕 国有国法 家有家规 查明原因 就能替你哥哥喜愿 夫人 不好了 黄大人今天在朝上 弹劾了咱们家老爷 因为什么原因 据说是纵容殷亲 弄断军需 并一次充好 娘 他们诬陷我哥哥 原来是冲着爹去的 那圣上如何裁定的 大人已经被停止召查 老爷知道吗 估计明天消息就传到了 娘 我们是不是应该 找人去活动一下 谁都不要轻举妄动 今天齐闭门谢客 这时候只需等待 夫人 这就是刚才往咱们家扔包裹的那个人 怎么又是你 松开他 皇城怎么又回来了 盘缠不够用吗 小人实在愧对夫人 我 我并不是皇城 真正的皇城 已被杨大人扣押 夫人 这是他刚才扔进来的包袱 这里面又是黄金吗 你上次利用我 对皇大人一家的同情 骗我收下黄金 好栽赃我家大人受贿 难道又要顾忌重演吗 夫人 您打开看看就知道了 小人受杨大人指使 栽赃陷害洪大人 而您待人醇厚 德行令我羞愧 谁知杨大人他过河拆桥 怕事情败露 竟想将我灭口 我必须得逃走了 洪大人是朝中难得的 一股清流 我知自己犯下的罪孽太多 但不想一错再错 这些文件都是杨大人 陷害洪大人的罪证 送给夫人 以求赎罪 太好了 这下老爷能喜愿了 洪朝选据此线索 终于洗脱罪名 并将罪魁祸首 杨大人绳之以法 亲父的哥哥 也得以喜愿 夫人 有远客来了 老姐姐您怎么来了 好妹子 几十年不见 你还是这个样子 姐姐请坐 快给夫人上茶 是 你还在用这台访车呀 当年你就用它学会的访线 这是婆婆传给我的 没坏就一直用着 你呀 别太辛苦自己了 自从许了儿媳妇 我都好多年不碰纺车了 姐姐当年手把手教会我纺织 帮我渡过难关 这份情意我一直记在心里 你还记得呢 这次入京是来玩的 嗯 还记得小宝吗 她要娶媳妇了 可是您娘家的大侄子 对对 她小时候您还抱过她 真快啊 小宝都要成婚了 她在哪里做事 娶得谁家的姑娘啊 说来话长 她和那姑娘从小青梅竹马 赶考前她老丈人说 只要她能出事 就让他俩成婚 结果小宝还真争气 当年就中了 这是喜事啊 没那么简单 等了三年 衙门一直没空去 小宝几次求婚 她长人就是不徒口 非说当初约定的是初事 她们来吃 哎 哎 别忙了 哎 哎 哎 啊 洪大人观宅中 怎么这般简陋 连我家都不如 夫人 请用茶 哎 哎 你家大人身居高位 怎么住得这么简朴 我家夫人简朴惯了 不讲究排场 也对 这毕竟是官家配给大人的宅子 那么你们洪家的私宅卖在哪儿了 我家没有私宅 啊 不可能吧 洪大人可是朝中三品大员 竟会没有一处私宅 姐姐请用饭 这位是 这是我儿洪敬的妻子 快给姨娘请安 见过姨娘 常听我娘说起 您当年如何手巧 如今终于见到了 好一个乖巧的外甥媳妇 你这衣服上的花式 还是姐姐教我的呢 难不成这些衣服 都是你们自己做的 是的 姐姐快用饭 一会儿该凉了 香 妹妹 这面汤是如何调制的 没什么特别 就是一点油盐 一点葱花 就这么简单 没有秘方 就这么简单 若说秘方 恐怕就是 什么东西放一点就够了 饮食吃饭 就是为了养身健康 干净温饱就好 外头的管子 料放得太重 反而坏了食物的本分 想要的一多 不仅养不了身 倒是给身上添负担 妹妹 这些日子会一直没胃口 在你这吃着酥面 喝着酥汤 却突然摸着味儿了 姐姐喜欢 晚上再做给您吃 不用了 妹妹 我怎么老糊涂了呢 你和洪大人的人品 我最了解 你们夫妇操守清廉 我说的那些话冒犯了 我走了 姐姐 洪朝选 身居高位 却不改清洁 这多亏夫人蔡氏的辅助 蔡夫人以傅家女 而嫁贫儒 安贫储约 已难能可贵 而后 贵为侍郎夫人 从居官舍 依然不依粗食 立琴仿计 和过去一样 则有更高一层的境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